大家好我是廷哥 今天是1月16号 我们来看有哪 甚至科技五报 本影片由杰生通信赞助播出 看第一子 三星它确认在台湾时间 2月而好凌晨2点 要曝光S23的全系列以后 现在很多的外媒的网站 就已经曝光了相关的一个外观了 德国这个网站 它就贴出说标准版的 Galaxy S23的具体的外观 还有表示 它的新机的主向基因的模组 不再是突出的设计 它让整个相机模组比较平整 另外它也提供了金色绿色黑色粉紫色 四款配色 荷兰这个网站 它也贴出说三星的Galaxy S23 Plus 跟S23 Ultra的两支手机的外观 前者其实就是放大版的S23 然后背后主相机也取消了突出模组设计 同样的一样有刚说四款的颜色 另外的部分 S23的Ultra 它其实就跟S22 Ultra的相同外观 相同的外观 所以它也有支援S Pen的收写笔 然后并且可以将收写笔收到机身里面 然后提供了黑色金色 分紫色跟绿色 那色调其实跟S23也是相同的 那你也知道这些消息就是没有意外 它就是会搭载高通的S8 Gen2的处理器 然后不会有额外三星自家处理器 相机的规格也会导入2亿画素的规格 但是是最高机种才会使用 S23跟S23 Plus它的主镜头还是5000万画素 好 我反正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接下来农历年后 应该相关的很多的消息就会出现 而且2月2号也快到了 对不对 好 讲第二则之前 你看这个是我们 频道会员的专属可以列印的 这个春联 你有没有看到这是 这是欧里吧 对 他说这是欧里 对 你有没有看到拿冤宝 然后这是兔子的造型 那最后列印期限是2023年的1月19号 然后你只要在7-iPhone的输入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在会员的社群贴文 会把代码放上去 你只要去输入这代码就可以了 然后就可以拿到我们会员的专属的 2023的欧里的兔年春联 但你在那边列印7-iPhone还是要钱 他要15块钱 好吧 那这个是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这个春联 很可爱 真的 绕回来我们看第二则 上个月开始 其实国外有些论坛就说 那个iPhone 14 Pro系列 开机唤醒的时候 那个萤幕会有出现 闪烁的绿线跟黄线 有时候一条线 有时候布满整个萤幕 通常几秒后就会消失了 然后大家就觉得 这是萤幕的灾情 我之前的五报也有讲 他们送回苹果的原厂送修以后 他就说 这不是硬帖的问题 其实是软体引起的 而且他说正在调查 苹果其实原本在官方这边 是没有一个正式的对外回应 但外媒他说 在苹果内部的备忘录中 他们已经承认了这一项错误 而且同时他要消除 对硬体瑕疵的疑虑 所以很快就会发布软体 来更新做一个解决 有可能是iOS 16.2.1 或者是iOS 16.3 所以你在等待的情形 如果你还是有遇到这灾情的用户 你可以透过暂时关闭 OS on Display 这个功能 先把它关闭掉 试试看 看有没有获得改善 没关系 反正我相信这个更新 应该很快就到来了 第三者 股东对苹果CEO的薪水 好像有意见 然后CEO就自轻减轻 外媒就说 苹果近期向美国的政管会 申请文件 执行他们的执行长 再来 因为他2022年领到的薪酬 是9942万美元 换成台币 你知道多少钱吗 你知道多少钱吗 多少钱 30.21亿台币 然后 他说他顺应股东意见 他就自行减薪了 然后目前的减薪目标 是达到40% 也就是说他在2023年的薪水 就是会减少 你可以看到 他们苹果公司 他就指出说 他在2022年 他在2022年 获得了300万美元的工资 然后1200万美元的 非股的奖励的一部分 然后另外有150万美元 是其他的报酬 所以他就获得近 8300万美元的股票的奖励 哇塞 他们就说 其实在2023年 他的目标的薪水 是4900万美元 其实也蛮高的 14.89亿台币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觉得其实苹果的薪水 是真的蛮好 但是相对的 真的是很辛苦 这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哇塞 原来执行长的薪水是这么的高 那我导演 我是不是应该要帮自己挑心了 你去跟嫂子讲啊 完蛋 没办法 嫂子说他今年只给我 包红包200块而已 那就这样了 等一下 你有拿到联统奖金了吗 我拿到了 为什么你可以拿到 我要扣你联统奖金啊 为什么要扣我的 全公司同意的 导演要在农历年后 才能拿到联统奖金 因为昨天的那个安安拜月老 你没有把安安拍得很好 我跟Tim嫂非常有意见 你知道什么意见吗 你把他头拍得太大了 我们很不爽 那没有法 问嘛 因为他头白就大 没有因为现场人太多 我要收他的声音 我只能贴近他 哦 好啦 大家如果没有去看的话 赶快去看我们昨天影片是安安去拜月老 那就这样拜拜 拜拜